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纳 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啊 感觉有过不少活动 但是又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 我们一分钟内就能盖过过去几个月 我们先是买了梅西内玛尔和特施特根 年度最佳出来以后我们升级到蓝梅 动态本叶德和德荣降价的时候各买了一张 结果各大联赛停赛 学亏 第一次传奇任务我们集齐了24个碎片 换了费迪南德和瓜迪奥拉 瓜迪奥拉不如金卡西索科 学亏 第二次传奇任务我们换了哀星 不如金卡坎特 学亏 其他各种任务给的所谓的免费卡 基本没什么用 学亏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三次传奇任务 这次9个碎片可以换一个高配传奇 我们追梦 线下4个碎片已经到手 线上5大联赛的任务需要首发至少9个自己开出来的球员 各赢4场DR的比赛 我们DR的分在1700出头 刚刚跨入第二 我们先来挑战西甲的任务 这里梅西和德荣是买来的 其他人都是自己开出来的 开场以后我们会换阵4231 内玛尔换格里兹曼 阿顾尼亚换卡塞米罗 上来第一个对手就是个豪阵 两张传奇 四张粘度篮 我一直以为他不是做任务的 剪视频的时候才意识到 他有可能是在做英超任务 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人的运气是要有多好 第27分钟 我们把球传到禁区 内玛尔带球换开后未回传 德荣传回禁区 登贝莱射近角 1比0 四分钟后梅西神来之笔 又是登贝莱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 不停球暴射远角 2比0 随后对手强退 接下来我们用一套一甲阵 这样的话两套阵容换着提 省体力卡 我这几百万金币 大概就是这样省出来的 这个阵容里面 内玛尔和阿兰是买来的 开场以后我们还是换4231 梅西换下纳英格兰打前锋 第二场这个应该是做印超任务的 没跑了 第14分钟我们库里巴利动作太慢 被瓦尔迪羞辱 0比1 8分钟后内玛尔进区内拿球 巧传中路 梅西轻松得分 1比1 开球以后对方阿里进区内背巴旋转 又是库里巴利不位不及时 我们1比2落后 10分钟后内玛尔传入禁区 莫腾斯轻射 我们再次扳平比分 第39分钟 马特迪冒死 晃掉赞布罗塔 随后对手右路出现大共当 莫腾斯助攻梅西进球 我们3比2反超 中场结束前内玛尔精妙跑位 禁区内运气爆表 4比2 下半场对手詹姆斯进区 线附近强行起脚 把比分搬成4比3 比赛结束前10分钟 又是阿里 暴力射门 对手搬平比分 这个级别的对手 真是非常有韧性 我们两球领先的大好局面 就这样没有了 4分钟以后我们得到宝贵机会 梅西妙缠内玛尔 后者禁区内无人定防 最后我们5比4 艰难赢下比赛 打完这种任务以后 一定要检查一下任务有没有完成 EA你们懂的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不要辛辛苦苦白打好几场 都不知道 第三场又是英超任务套 阵容不如前两个对手 但是这个是第二 什么阵容都不能轻视 结果对手开场直接强退 嗯 就不能多花几秒进个乌龙吗先 浪费我们100块合同去 第四场西甲任务套 这个孤加鲁尼有点骚 上半场内玛尔巧传禁区 梅西不停球射门得分 1比0 下半场开场不久 内玛尔禁区内带开对方中后卫 传球给无人定防的梅西 后者轻松破门 2比0 对手强退 接下来两个传奇领队 法甲任务套 第20分钟梅西接球轻推 1比0 60分钟后 玛利塔诺和梅西在禁区前 做出精妙配合 后者接球后大力抽射 2比0 随后对手强退 下一场 法甲任务套 比上一个对手阵容强了不少 比赛第42分钟梅西直塞禁区 对手中位防守失误 内玛尔第一时间射门 1比0 对手随机抢退 然后是一场英超任务套 这个阵容削威有点随意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对手的实力 第18分钟 对手阿规罗强行下地传中 普利西奇中路抢射 对手领先 6分钟后 内玛尔禁区前沿 一脚极具穿透力的塞球 梅西稍作调整后 左脚大力射圆角 我们颁平比分 下半场刚刚开始 对手换上的姆巴佩 传球被封堵 但是很不幸 球又落回对方球员脚下 1比2 对手再次领先 第66分钟 波利塔诺左路 看到快速插上的本耶德 长传中路 哟哟哟 本耶这个球 潇洒 三分钟后 几乎是上一个球的翻版 但是这次换成了梅西长传 内玛尔林空 我们3比2反超比分 对手放弃比赛 波利塔诺的长传助攻 帮助我们拿到了他的升级版 再来是一个一甲套 古利特年度罗带队 这两个人对位我们的后防线 基本就是虐猜 果然开场不到5分钟 总裁强行下地以后传中路 0比1 比赛第17分钟 梅西传球进禁区 内玛尔拉球后传威尼修斯 后者电射 颁平比分 第40分钟 篮罗进区内扣球 无视迭格卡洛斯的闪断 对手再次领先 第60分钟 篮梅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 做出回应 一个时机把握刚好的背八旋转 甩开后卫 随后爆射圆角 我们再次坚难搬平比分 比赛结束前10分钟 我们好几次都没办法换到 想要换的人 篮罗轻松破门 这场对手实力的确很强 很遗憾 我们这场 哎 等一下 好像还有一次机会 登贝莱往前冲 扣球 内玛尔 秋进了 我们在最后一分钟 把比分搬成3比3 太难了 哦 这个对手是一个同卡套 应该是主动降分的 现在的问题是 对手会不会给我们胜场 比赛开始 对手进乌龙 然后强退 良心天地可见的 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相对较弱的一甲阵容 率先完成了任务 幸福来的就是这么粗 幸福就是 幸福就是来的 下一场欧冠卡任务套 比赛第24分钟 威尼修斯传球到禁区 梅西稍微调整一下射门 我们1比0领先 第38分钟 梅西小角度射门被扑 内玛尔补射 2比0 但是随后风向突变 第48分钟对方梅西搓射 插着好离 1分钟以后 我们后场调动出现失误 好在对方内玛尔处在越位位置 5分钟后 又是梅西搓射 奥布拉克神仙附体 将球单手托出 第63分钟梅西又来 搓射 还好对方背离猪队友 直接把对手劝退了 是我 我也退了 这场之后 我们非凡20上第一的心愿 不小心就这么完成了 本来是做任务求虐的 结果运气好到爆 不仅匹配的对手都是做任务的 而且EA时不时还帮我们一把 西甲的碎片到手 我们接下来做英超 英超我们第一手球员比较多 可以直接上11个 这样顺便可以刷另外一个任务 开场后我们还是换阵4231 梅西换下瓦尔迪 右后卫换上塞梅多 升到第一以后的第一场比赛 齐达内杰拉德带队得甲任务套 第12分钟梅西进区内换开一点空 当强行起脚球硬身落网 蓝梅就是这么霸道 三分钟后梅西妙传进区 菲利佩安德森一个扣球 彻底晃走防守队员 随后传梅西 后着大力射门 我们扩大比分 2比0是一个危险的比分 第25分钟哥麦斯断球后 球又落回到对手脚下 而且位置更好 直接带来不可弥补的后防空灯 对手扳回一球 中场休息前 菲利佩安德森湖顶出假动作过人 随后传入禁区 梅西再入一球 第70分钟 对手进区内传球出现失误 梅西笑纳 完成大四席 随后对手强退 接下来一场化学都不满的德加任务套 感觉咬到软柿子了有没有 上半场捕食阶段 对手本叶德强行起脚打圆脚 我们0比1落后 下半场刚开始 哥麦斯后场出球失误 再丢一球 三分钟后 C罗边路细耍哥麦斯后横传 本叶德轻松进球 我们0比3落半 被软柿子崩了牙了我们 这个后防线太坑 我们加强一下 我们让费迪·南德和奥巴拉克首发 这两张卡都是我们自己开到的 这套阵容还是同时符合英超和一手球员两个任务的要求 下一个对手 西甲任务套 刚开场 威廉姆斯进区抽射 0比1 三分钟后 梅西妙传 菲利佩·安德森轻挑破门 我们颁平比分 第45分钟 对手右路出现大空灯 菲利佩·安德森一个妙扣 晃开防守队员 随后冷静传中路 内玛尔轻松破门 2比1反超 一分钟后对面右路又搂人 内玛尔进区内虚晃 随后大力传中 梅西得分 之后对手放弃 这场之后可能是有点飘了 我们做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决定 首先是没有一股作气 而是等了一周的时间 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之后遇到的对手 基本都不是任务套 其次是我们开始用德甲套和这个英超套轮换 这个德甲的防守在第一 基本就是被无视的状态 上来一个阿根廷联赛主导进攻的阵容 利桑德罗 洛佩兹和特维兹都很危险 果然刚刚开场 利桑德罗巧妙跑位细刷我们后防 0比1 5分钟后对手门将失误 梅西扳平比分 第13分钟对方角球开出来 门敌利亚科瓦 1比2 第31分钟内玛尔进区内多次晃动 最后冷静横传中路 梅西大力抽射圆角 艰难扳平比分 3分钟后特维兹再次跑出空当 随后无视铲抢的费迪难得 强行起脚 2比3 第38分钟梅西和内玛尔打出精妙配合 前者射近角 3比3 我们再次顽强扳平 第59分钟对手下底横敲 格迈斯没能挡住出球路线 利桑德罗逸足抽射 对手又超出了比分 最后很遗憾 我们无理回天 3比4落败 这一场正是拉开我们拿任务套 对抗第一主力阵容的序幕 3比4落败 好我们来到下一场 这个阵容又是周赛级别 越最佳内马尔 洪坎特 鬼费米 除了东根的杀奇里不太熟 其他的卡都是顶级 当然这个时候看到金羊头 一点也不意外 开场不到五分钟 布兰特超常发挥 妙传道进去 梅西停一下球 然后面对诺耶尔 一个标志性的挑射 我们一比零领先 考虑到这个对手的阵容和实力 而且我们就差一个胜场 就能追梦了 这场我们狗一下 看看能不能劝退一下对手 结果对手毫无反应 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第二十分钟 梅西进区内做一个scoopter 在角度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 强行起脚 2比0 中场休息前 我们中后为圆形毕露 送给对方一个点球 2比1 眼看要崩盘啊 我们再发个消息 球球琴 结果对手还是没有反应 下半场刚开球不久 内马尔进区内 反复吸唰伯阿腾后 传给佩里西奇 后者打进脚 轻松破门 3比1 第七十一分钟 我们脚球被解围 结果菲利佩安德森 在后场三对一的情况下 帮助对手完美卸球 马内长驱直入轻松破门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我们需要胜场 但是对手只要平局 就能阻击我们 第七十八分钟 内马尔进区接球 对方防守判断失误 我们把球传给中路插上的梅西 射门 梅西起跳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比赛结束前五分钟 对手防守再次出现漏洞 梅西带球 面对扑上来的赞布罗达 冷静回拉 直塞佩里西起后者轻挑 比分最终锁定在五比二 当然我们不能忘了 跟对手表示感谢 要懂礼貌 对不对 我们从1700分开始 兜兜转转一圈 又回到了1700分 这个胜场之后 我们拿到了追梦需要的所有碎片 结果万万没想到 囤的包太多了 主机上看不到传奇包 没办法 我们在网页端开了包 这里借用一下Nake的视频动画 没错 我们开到了克罗泽 我在跟最后一个对手 说谢谢的时候 直播间里有人说 开包之前要攒人品 下一次 记得早点拦着我 我知道你们都想看罗纳尔多 但是这个男人 世界被历史进求更多 而且就冲这张平平无奇的照片 也值了 好的 今天我们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个赞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Viva相关的视频 请订阅和关注 这里是波波多纳 我们下期见